那么大陆呢 到现在为止呢 他们始终都没有放弃过武统台湾的这个案子 那么现在呢 由于台海两岸关系 真的是如冰山一样 越冻越冷 所以外媒呢就开始在推测了 会不会台湾方面呢一直在逼 在击大陆 让大陆真的有一天火大了 真的是武功 台湾那该怎么办呢 外媒它推出的总共是有六种的模式 首先呢 是大陆它失去了信心呢 先帮你把攻占妈祖起来 因为妈祖呢 距离福建大概是十公里左右 所以呢 它可以靠着一些军舰等等呢 先把你的这些海上作业给你压制住 给你一些压力 让你台湾来谈判 那么台湾当然是拒绝谈判的情况之下呢 就开始要来求求外援了 那么这时候呢 可能美国 日本等等呢 看能不能给予援助 比方说就此先断掉了大陆的一些国际上的晶圆 或者是一些交流等等 好 但是呢 大陆没再怕的 继续 第二道模式呢 就是好 我先封锁你 妈祖之后呢 进一步我抢滩进攻到了金门 等于是呢 我把妈祖列岛呢 通通都占为己有 当然我方呢 还是拒绝妥协的情况之下呢 更是要寻求国外的援助 那么第三个模式呢 也就是呢 好 美国开始呢 会提供我们的很多装备 卖了很多的军事武器给我们 但是 这时候呢 大陆呢 也已经是全面 开始呢 把台湾的领空 领海呢 归为是他们自己的 所以你外面的人是飞不进来的 因为它就变成是 我是台湾上这个地方嘛 上空完全都是我的防空识别领区好了 这个领海呢 也都是我的 所以并且说 我们自己的船舰 飞机是出不去的 更何况是外国的船舰跟军舰呢 也是飞不进来的 好 这是第三招 那么第四招呢 就开始要全面封锁海域了 所谓的封锁海域是什么 因为台湾别忘了 我们是半导体的大王国啊 如果你的货出不去的话 会影响到全世界 同时呢 它也要趁机破坏我们的海底揽卸 就是把你直接断水断电就对了 让你没有办法对外来互通连结 好 那由于我们晶片送不出去的情况之下呢 各国开始也紧张了 开始通通也都会来互相帮忙 于是呢 就会引起了所谓的空袭互轰 这空袭互轰呢 指的就是我们的飞机 战机等等呢 也开始起飞要来作战 不过还是属于 因为大陆的军力 说实在话 大家都知道 近几年增强了很多 所以我们有一点不敌的情况之下 所以最后呢 请求了邻国来支援 包含了像是日本啦 美国等等 从冲绳派飞机派战舰过来 于是就在东亚地区 台湾地区为主爆发了世界 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是外媒所在推演的 如果大陆真的有意要攻台的话 有可能寻找这六种模式 好 那现在有一题 就是假设题 当然完全不希望发生 能够坐下来好好谈是最为重要的 因为你跟我都不希望有伤亡事件发生嘛 那么假设真的有一颗飞弹不小心打过来的话 很多人第一个时间想到 那我们就躲去防空洞好了 台湾的这些防空系统呢 在世界上算是有名的 蛮先进的 数一数二的 但是您知道 您附近有哪里有防空洞吗 可以躲哪里吗 如果我们台北市来讲好了 到处看到的都是高楼大厦嘛 但是有防空洞这种东西吗 现在我们就跟着辫子妹的脚步一块来去了解 你有想过 如果真的非但来袭 你要躲在哪里吗 来去听听看民众的意见 我就哪里 躲回家啦 我是七楼吗 之类的 可能 防空洞 我不想躲耶 就被打死吧 如果真的会打的话 政府应该会安排防空洞吧 只是我们现在可能比较少去了解 防空洞的位置到底在哪里 那你就不要躲嘛 直接被炸死啊 直接被炸死就好 是啊 不知哪里好躲 就至少回家 私也是在家里 这样就好了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在台北教育大学里头 校园里就有一个防空洞 这个防空洞呢 就在我旁边 好 透过画面呢 你还可以看得到 在这个防空洞的上头 还设有一些 飞弹造型的装置艺术 现在呢 就跟着辫子妹镜头 我们一起来去看一下 防空洞里头长什么样子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已经进到这个防空洞里头 在我身旁喔 这些都是台北教育大学的老师们 老师好 老师 我们可以一起 好 据说 我觉得这个进来这个防空洞里面 感觉好像比较凉一点点 当然 它是防空洞啊 上面有土壤啊 上面有一个一些水泥墩什么 所以它地下 所以当然温度会比较低 那这样我们有开一些 防潮的一些空调 就是维持它的湿度各方面 所以温度的确是比较低的 它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 弹性的空间啊 光线充足 整洁明亮 北教大里的防空洞 从1895年创校时就存在 推估是日剧时代留下来的 至少存在超过126年 这个空间我们就把它改善成 是一个可以让学生来 艺术或设计相关的学生 来这边做展演 其实校方在这个防空洞里头 还备有这种紧急的救难包 里头呢 当然就是装了一些 比较基本的药物 那么在紧急时刻 可以提供一些救援的帮助 争取活命的时间 那当然这个防空洞呢 未来如果真的发生战争的话 它还是能够在这个空袭警报 想起的时候 在第一时间发挥作用 现在想躲在防空洞里也很难 台北市真的寥寥无几 非但来袭 要躲在防空避难室才是王道 在寸土寸金的台北市 已经有多达3万座防空避难室 可容纳超过2000万人 几乎是全台湾的人口了 但哪些地方是防空避难室呢 在台湾很多的公有地下停车场 其实在战争的紧急时刻 它就是属于所谓的防空避难室 另外还包括住宅大楼的地下室 地下捷运站都具有防空避难功能 换句话说地下停车场 捷运站 地下室都是现代版的防空洞 记者陈子芬 张慧玲 纵头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